而战场上的杀戮替世界制造了浓浓的仇恨对立气氛 以色列进军加萨的正当性 现在国际之间质疑的声浪越来越大 因为加萨面临空闲的人道危机 在20天之内140万人大逃亡 63万人挤在联合国的庇护所 而一半的人口都是儿童 那么以色列的空袭跟轰炸来说 已经每10分钟就炸死一个孩子 今天报道里面的主角是半岛电视台加萨的分局局长 在以军的空袭里面 他还在工作工作半途被通知 他的妻子儿子女儿还有只是婴儿的小孙子 12名家人里面9个人是孩子全部被炸死了 因为以军的空袭炸到这些加萨百姓往南逃的难民营 国际社会说服以色列应该要停火了 这个压力已经越来越大 以色列对加萨发动20天来最大规模地面攻击之际 空袭依旧不手软 过去24小时 国防军战斗机轰炸250多个巴勒斯坦激进组织 哈马斯的恐怖目标 海军士兵则袭击加萨走廊的地对空飞弹发射据点 以军对所谓哈马斯恐怖基础设施日以继夜的轰炸 对加萨造成的伤害毋庸置疑 根据美国太空科技公司Maxer拍摄的最新卫星影像显示 以色列的暴富性空袭严重摧毁加萨北部地区 许多社区和难民营都被夷为平地 原本空拍一格格的街区 现在只剩下一片灰烬宛如荒地 以色列要北加萨的平民撤离 对那里轰炸尤其猛烈 但以军同样炮轰中南部地区 周三半岛电视台加萨分局局长达杜赫 在工作时接到家人遭炸死的噩耗 身穿记者背心的达杜赫 在这场空袭中失去了妻子 15岁的儿子 7岁的女儿 还是婴儿的孙子 一共12名家人丧生 他们依已军命令 从北部的加萨城往南撤 以为可就此保住一命 没想到他们占据的加萨中部 难民营的房子一样被轰炸 目前为止 已有24名记者 在这次以哈冲突中丧生 他们同时也面临威胁 逮捕和审查 达杜赫在痛失家人 不到24小时抹去泪水 再次站在镜头前连线 以色列国防军证实 空袭达杜和家人所在地区 声称目标是那个地区的 哈马斯恐怖分子基础设施 在加萨早已没有地方是安全的 死亡和丧礼随处可见 每个角落都有人在哭泣 根据救助儿童会估计 加萨每10分钟就有一名 孩童丧命 加萨民众近乎绝望 只盼为还懵懂的孩子们 找个庇护之所 但连联合国避难所都已经爆满 这里的生活 一个苦自了得 燃料水食物什么都缺 哈马斯控制的加萨卫生部 周四公布212页丧生的 7028名巴勒斯坦人名单 不过并未区分战斗人员和平民 稍早华府说不相信哈马斯的数据 但坦诚有大量死伤 尽管乙军已经准备好挥军加萨 但以色列政府内对下一步一见分歧 国际社会也一样 对是否停火看法各异 美国不赞成停火提议 和欧盟主张人道暂停 在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上 约旦外交部长则批以色列 集体惩罚不是自卫 在联合国安理会成员 一再缺乏共事下 约旦代表阿拉伯国家 提出大会决议草案 呼吁停止敌对行动 释放人质 拒绝任何强行转移 巴勒斯坦人的企图 不过大会决议不像安理会 可具约属力 请示范总好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